大家好 之前老大有一條片出了街之後 就收到小朋友的私信 大家都說 這鳳龜很有趣 容易養養 它是甚麼品種的鹿龜 要怎樣才可以得到這麼大隻鳳 首先好多謝大家 對泰國家族的希望 至於老大是甚麼品種的鹿龜 它是一隻豹龜 豹民鹿龜 我買的時候 更加說是這麼豹 至於怎樣才可以養到這麼大隻 其實牠真的有多大隻 牠也有我的腦袋 整個上半身這麼大隻 至於怎樣才可以養到這麼大隻 其實養大有很多重因素 營養 自養環境 活動空間 還有最主要的是太陽 所以大家看到的 是別人好的面 至於這種鹿龜 鹿龜是公認難養的 對,有很多朋友都會說 鹿龜很長命 對,牠們真的很長命 但前提是要養得好 而且炮龜 牠們的腸胃是很弱的 尤其是炮龜的時候 你要花很多心機去兼顧 去打你才會養得好 所以不要看到別人 養得大隻或者很可愛 就去買這個養 才是後續問題 買龜容易 養龜一點都不容易 所以希望大家在養之前 都要想清楚 因為其實鹿龜最重要的是太陽 大家不要覺得有爬槍 有太陽燈就夠了 其實不夠 完全是兩類似 因為牠們喜歡太陽 令牠們的搭博管 比較好和比較硬 執蓋是很重要的 而且幼龜時期 營養和太陽是最重要的 會影響到牠們大過之後的教學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養之前 停一停 想一想 千萬不要看到別人有趣 就去買來拍 當然很感謝大家 對效果家族的喜愛 好的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